8月17号印度国防部决定赤资6.5亿美元从美国购买6架AH-64E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这些直升机呢将首次装备给印度陆军 而此前印度曾于2015年为空军订购的22架阿帕奇直升机 有消息称早先订购的阿帕奇将很快交付 而印方表示这批直升机一旦交付印方将被立即部署到中印边境地区 有外界报道印度在2015年订购的22架美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将在今后的12个月内交付 首批交付的阿帕奇直升机将马上配处给印度陆军第33军 据了解印度陆军第33军秘属于东方司令部 军部位于连接印度东北部的咽喉要地西里古里市 据我亚东县城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 另一据报道 2017年8月17日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不顾空军反对 批准了为陆军购买6架美国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计划 这6架战机将耗资约6.5亿美元 据称这些直升机将在2020年之前交付 他们将装备海尔法反坦克导弹和独次空对空导弹 今后印度陆军将首次拥有自己的攻击直升机 结束了印度空军在对攻击直升机的长期垄断 据报道 目前印度已购买28架阿帕奇直升机 其实印度方面对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心仪已久 2015年印度和美国签署了为空军采购22架阿帕奇直升机和15架支弩杆直升机的协议 这批直升机将在2018年交付印度军队 如今印度又花费距离自为陆军购买阿帕奇直升机 此举将使印军在未来战场上的反装甲能力获得质的提升 此前印军的攻击直升机统归空军所有 而这种情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今年5月有印度媒体称 即将交付的首批11架阿帕奇直升机的隶属关系 可能会从空军转到陆军 并会被直接部署到中印边境地区 有报道称 在对阿帕奇控制权的争夺中 先下一程的印度陆军 希望购置更多阿帕奇直升机 这些直升机将携带导弹 驻扎在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 一旦发生冲突 将被用于在机械化战场上摧毁坦克 装甲车和防御阵地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光临军情点码现场三位嘉宾 第一位是我们著名的军事专家 空军装备专家宋新之老师 欢迎宋老师 你好 老许 大家好 宋新之 空军装备专家 资深航空专家 中间这位是咱们的军情观察员 白孟臣先生 欢迎白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白孟臣 兵器杂志原资深编辑 曾在解放军报 世界军事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 今天呢 还有一位我们的军迷代表 非常年轻漂亮的王刘潇女士 欢迎王女士 欢迎您好 王刘潇毕业于许昌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喜欢军事五年 曾经的军事节目编导 好 今天一上来呢 我们首先讨论一下 就回绕咱们的主题 是吧 印军当中的美制装备 刚才短片当中已经说了 这个阿帕奇呢 马上会交付给印度方面 所以首先呢 问题要问宋老师 阿帕奇对印度的战力 会有什么样的提升 我们现在非常关心 这个挺有意思的 其实阿帕奇这个直升机 印度空军以前买过 买了以后呢 看来印度陆军心里不平衡 因为买完了以后 这个阿帕奇应该是 支援陆军作战为主的 但是他这个归属权 归了印度空军 这下陆军觉得 这应该支援我的 应该归我 怎么归了空军 所以现在印度陆军要求 再拿一笔钱还去买 买完了以后 归我陆军编制 这个一般情况 以一种新飞机 这个新采购进来的 怎么也得训练个一年 到一年半 才能执行作战任务 所以要形成战斗力 他又不是说我已经 就是训练的很熟的 你比如说印度空军 对 他以前已经飞过这个飞机了 那他可能用个半年时间 新飞机来接受完了 他很快就能派老飞员上去飞 就很快能掌握 就能执行任务了 你是新人 你以前也没飞过这飞机 那个时间没那么快 好 谢谢宋老师 孟臣我想跟着这个宋老师话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 刚才宋老师也提到了 原本是买了22架 对吧 现在印度陆军说 不行 我得有 你这是支援陆军的武器 所以又获准购买6架 为什么陆军一定要追着买阿帕奇呢 从你的角度有什么观察 实际上我们说 印度是有陆军航空兵的 那么他是1986年11月份 建立陆军航空兵很早 但是在建立陆军航空兵之前 陆军和空军签了一个东西 叫陆空联合指导意见 就是划分了一下 什么飞机能归陆军 那么印度空军的要求 就是5吨以下的 执行教设和联络的 轻型直升机 你可以 陆军可以用 剩下的都归我 都得是我空军的 所以印度的陆军 一直很郁闷 长期装备了什么 装备了比云雀还老的 我们应该叫猎豹 猎豹 猎豹是一个 大概可能能够搭 大概一吨多一点重量的 那么一个超轻型的 轻型的直升飞机 那么印度陆军很无奈的 就把它上面挂了 12.7毫米机枪 就改了一个叫 枪骑兵武装直升机 然后据说这个改完之后 印度空军就不干了 说你不能有武装的 你只能是侦察教设和联络 所以印度陆军 一直以来就很憋屈 再加上印度空军 确实有的时候 他不听陆军的 你比如像1999年 卡吉尔的时候 这个印度的空军的 两架米17 被巴基斯坦打下来之后 陆军 空军 把所有直升机 全部调走 一架都不射 然后陆军就没办法了 说那我只能用炮兵了 那么现在呢 我说每次印度陆军 让空军把米17 这类飞机往前掉的时候 印度陆军说 说你赶紧掉过来 说我这基地 印度空军说你基地 不具备装备直升机的条件 我不给你 然后两边都天天扯皮 所以现在可能是 陆军实在是忍不了了 说那好 那我干脆我自己买 刘桥 刚才我们讨论的 这些这个要点当中 你比较关注的是哪一点 我想知道印度到底会把 这我阿帕奇部署在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印度在这个边界 也是不停的闹事 然后看到有媒体就说 他很有可能会部署 在这个边界地区 然后我就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会把 这个阿帕奇放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看到 印度的一些媒体认为 无论是印度的陆军 还是空军 不太可能会把它 真正放到山地石 因为确实太贵了 因为印度空军的 这个H64 一架大概6300万美元 现在这一架 已经超过1亿了 所以就是当时 印度空军 陆军让他往前掉 的时候空军说 我这一架6000多万美元了 我不给你 舍不得 所以他往前掉的是什么 米35这些东西 就摔了就摔了 但是这个印度空军 一直不舍得掉 那么反过来说 印度陆军 是不是舍得 这1亿多的东西 一下往前掉 如果摔在山上 谁负责 这一下1亿多就没有了 所以说实际上 外界认为 这个可能更多的 就是一个纸面上的能力 真正打起来 很有可能 第一批子 这个飞机往后飞 因为确实是损失不起 损失不起 因为越靠近 咱们说中印边境地区 也就是从这个 海拔低的地方 到了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那个天气条件的变化 是非常大的 那么直升机呢 飞行当中 受天气影响也是很大的 所以对直升机的使用来说 如果你的保障技术和飞行技术 不是很精湛 很完备的话 风险是很大的 可能说不定一两年 这飞机就 六甲飞机就摔没了 所以我估计它比我们纠结多了 这个这往哪放不好办 多年以来 印度一直是俄制军用直升机的传统市场 在2011年的直升机招标项目中 印度为何转而把橄榄枝 抛向美国的阿帕奇呢 军情解码马上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军情解码 我说句 多年以来啊 印度一直稳居 俄罗斯武器出口大客户名单之列 也是俄制军用直升机的传统市场 然而在2011年10月份 印度国防部消息人士称 印度空军22架攻击直升机招标项目 选定的是美制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而并不是俄罗斯的米28N 俄罗斯媒体一片哗然 认为米28N的落选 是因为印度推行武器多元化政策导致的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印度的直升机招标项目 为什么选阿帕奇而不选米28N呢 2011年 在印度空军的公开竞标中 美国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击败了俄罗斯最新型米28N号杰攻击直升机 拿下病单 不过一些军事专家认为 米28N的性能并不比阿帕奇逊色 在飞行能力 武器规格 作战能力和操作便利性方面 米28N甚至还优于阿帕奇 但是在射击金融方面 美国的直升机比俄罗斯的更好 此外 俄罗斯直升机的弹药容量也更少 分析指出 印度希望实现其武器采购的多样化 而不仅仅依赖于一家供应商 印度官员称 俄罗斯在交付日期 现代化改造和维修等方面 都有达不到要求的情况 而阿帕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多用途重型战斗直升机之一 配备地域火反坦克导弹 毒刺导弹等先进的武器系统 具备强大的反装甲能力和夜战能力 每分钟可以追踪128个目标 印度媒体称 阿帕奇在伊拉克 阿富汗等地区的冲突中 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阿帕奇可一次装16枚地域火导弹 号称一次出击能消灭一个半的坦克年 海湾战争期间 美国人把他们一半的阿帕奇 约268架派往伊拉克 这些飞机至少消灭了270辆坦克 和不计其数的其他车辆 把M1A一档英美先进主战坦克的风头 几乎抢光 下面我想请宋老师做一个对比 这个阿帕奇和米28N 它到底有否一同 来 宋老师我们到大陆 好 宋老师刚才这个短片当中特意也提到了 说这个H64E当时是胜了俄罗斯的米28N 然后赢得了这笔订单 所以也想请您再来横向对比一下 这两种机型为什么当时阿帕奇能够胜出 俄罗斯的这个米28呢就有点这个生不逢时 它研制的时候呢是比着阿帕奇各方面都要超过阿帕奇的 就是纸面性能上 吨位 武器 火控系统 雷达搜索什么这些 它都要超过 但是它一做出样机来以后 苏联解体 整个的研制经费断档 所以这个飞机等于是一个没完工 我们看它那个机头 有那个雷达 有这个光学红外的各种侦察 全都有 应该说它设计的时候 比那个卡50那序列要考虑的周到 因为这个米28从一开始 它就考虑到要能够执行夜间作战 就它是有夜间黄昏佛小 不光是白天 它都能够搜索目标作战 但实际上呢 这些夜市设备全都不到位 你飞机能飞吗 能飞 晚上行吗 晚上我那个夜市仪还没交货 没装上 或者交货了 啥子都没有 我试了几次 它怎么不亮啊 或者这一下 就不好说了 所以它是一个半成品 为什么没有竞争过 没拿到这个订单 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比呢 那就没可比性了 那么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呢 已经经受住了多次的局部战争的实际考验 比如说在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阿富汗 以及这个科索沃 以及阿富汗 它使用的场合非常多 经过了很多次的战争实际考验 这显然是阿帕奇要更成熟 性能更稳定 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 所以这个两个飞机 咱们说现在目前的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宋老师 请你回座 我想问一下 孟辰 这个印度购买的阿帕奇 有什么特点 实际上我们说的阿帕奇的A164E 原来有开玩笑说 有可能它能掉到后边来 因为咱们国家 台湾地区 买的就是A164E 那么之前确实有出现过 出了事故之后 掉到一间 摔在一间房顶上了 就真的掉到后院上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个飞机台设计上来讲 它的发动机 比较适合高原环境 而且它作为重型直升机来讲 它的我们说导弹的 打击能力还很强 而且多用途的水平也都不错 因此来讲 从纸面性能上来讲 确实是 比之前的A164E长弓 那么要有很多的突出的表现 而且从美国人自己来用的 这个情况来看 它作为对地支援 尤其是在去打一些 如果说对方没有太多防空火力的话 那么它能够展示 相当强的打击能力 这点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说 从台湾地区的使用情况来看 这个飞机对维护保养的要求 还是蛮高的 如果维护保养不行的话 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出事故 记得刚到港的时候 在高雄 高雄港演示的时候 不就玩现了吗 玩现了就是 但是我们说印度人 恰恰是有名的 维护保养不利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飞机 很多印度当地的媒体也很担心 说你别到时候陆军买过来 陆军又没有使过 五吨以上重型直升机 突然从这个轻型一下 跳到重型的 跳过重型整个这一层 所以说外界都怀疑 说这个飞机 有人甚至说在堵 它什么时候能掉下来 所以这个应该来讲 外界对它能力都是怀疑的 有分析称印度打算在中印边境 部署阿帕奇 是希望在边境冲突中 占据上风 其实早在1962年的 中印边界四位反击战中 印军的两架美制直升机 就曾被解放军缴获 那么当年我军是如何 缴获印军的直升机的 军情解码马上播出 印军构置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并且计划把它部署到 中印边境地区 无非是想借助美制武器的 基础优势 向对手施加压力 但是很显然 印度似乎忘记了一个教训 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 就是在1962年的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当中 被我军击落 并且缴获的美制 贝尔47G3直升机 机身上 BZ-543的编号清晰可见 那么55年前 印军的两架美制直升机 到底是怎样被解放军击落 并且缴获的呢 1962年10月 印度当局向我发动了 大规模的武装武钦 我西藏新疆边防部队 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1962年10月20日 早晨7点30分 中印奔界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10月20号 当天在东段的克杰朗作战中 我军及战国显著 机伤并缴获了两架印军的美制 贝尔47G3型双座直升机 据军事记载 10月20日当天 张多印军在4300高地 及其附近有力地形丢失后 开始动摇有逃跑迹象 13时30分 我第157团第一营调整的战斗部署 多路向张多印军发起了总攻 战斗胜利结束 战斗中缴获美制贝尔直升机一架 机伤另一架 这两架直升机的机型为贝尔47G3 编号分别为BZ-541和BZ-543 而印度方面对这两架美制直升机的损失过程 记录得十分详细 根据印军第四师少将师长 尼兰詹普拉沙德回忆 当时印军前线上所的无线电设备 显然发生了故障 印军决定用直升机送去一个更换的电台 驾驶员是105飞行中队上尉 中队长维诺德·赛加尔 押送调试员是通讯团少校副团长拉姆辛格 直升机型号为美制贝尔47G3 机号BZ-543 可是他们没有按照预定时间返回 由于 印度的军队 他清楚地看见赛加尔的直升飞机平安地停在地面上 显然发动机已关闭 他开始盘旋下降 但是受到阵阵机枪的射击 当时他离地面大约只有30米 直升飞机被击中 油压表的指针迅速下降 人也被打伤 他拼命驾驶直升机逃命 并在发动机失效前迫降 而第一架贝尔直升机上的两人 已经在座舱内被解放猪击毙 好 这一次缴获就是在中印边境 对应自卫还击作战开战的当天 当我们一开战 当天就缴获了两架 是吧 贝尔47G3的这种型号直升机 宋老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直升机 为什么当天我们可以一下缴获俩呢 这个飞机有个绰号 那个据说绰号叫金鱼缸 金鱼缸 金鱼缸 大家见过那个椭圆形的金鱼缸吧 就是全透明的鱼在那里面油 它那个座舱啊 前半截就是一个全透明的一个金鱼缸 一说金鱼缸 你用一下 它座舱前面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然后呢 后面呢 没有这个实体的机身 就是一个缸架子 几条梁 然后有点这个连接的杆 这样你一看就是一个金鱼缸 后面接着一个 一个尾梁是一个框架式的一个结构 就这么样一个东西 飞机很小 大概就能坐四五个人 一辆轿车坐的那么多人 正副驾驶 后面再坐一两个人 这个轿车还不是五座的 是三座或四座 就是你想可想就是特别小的一个飞机 它能做什么用呢 这种直升机 只能是把什么人员 六二年那次坐在当中是 这个飞机是是在前线 但是立刻就被击中 就被俘虏 而且好像还比较惨 是 刘湘你看了这则这个往事啊 你的观察点在哪 你有什么疑问吗 就是这架飞机它是美制的 然后印度 我在了解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的情况下 其实是五十年代末的时候 美印之间的关系是有所缓和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达到美国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的程度的话 我觉得火候还没有到 那我想问一下白老师 这个印度是怎么得到美制装备 实际上是这样的 印度当时有一部分这个美制的装备 但是很多它是轻武装或者是非武装 这个B47G呢 有些人说它实际上是从这个 就是农业和政府用机的角度给的印度 因为当时从这个 不是军用的 对 外界来看的印度自己装备的时候 它写的都是B47G B47G这个标号不是军用的 如果是美军军用 它会叫H13 不过后来美国人最后写记录 它是按H13写的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飞机是以这个就是政府用机啊 甚至说是农用机的方式给的印度 但是实际上 它是从美军这边走的这个流程 哦 这么回事 2016年10月 印度空军一架C17大型武输机 降落在中印边境附近地区一个军用机场 因为将此举解读为 是为了与中国抗衡升级做准备 对此 我们该如何解读 军情解码 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今天的军情解码 我们说在中印边境地区 印度部署有多个前沿机场 1962中印战争期间呢 印度曾经使用过这些前沿的机场 不过战后机场停止使用 近年来 印度为了增强在中印边境的军事实力 实施组建新山地部队 购买山地作战武器 以及改造高原机场等一系列增强军力的措施 2016年10月 印度空军一架C17大型运输机曾经降落在中印边境 敏感地区的梅秋卡军用机场 报道称 梅秋卡军用机场是印度空军新整修的八个前沿机场之一 该机场海拔高约1889米 2016年完成升级改造 该机场地处中印边境地区 是1962年中印战争中的战略要地之一 距中印实际控制线约40公里 在2016年5月 印度空军正式启应经过升级改造的梅秋卡军用机场 天律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C17是美军的主力战略运输机 而且现在就算是性能非常好 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战略运载能力 它的运载能力很高 机舱内部的尺寸非常大 各种大型设备都可以往里装 卡车 坦克 直升机这些都可以装 但是它还同时具备战术起降能力 这个就厉害了 就是拉大家伙的美国飞机友 像C5A银河 那个载重120吨可以到 货舱尺寸肯定比C17大 但是这个C5只能落少数的特别设备好和跑到厚的机场 我们叫这个特级的机场 跑到长度必须在3000多米以上 然后跑到厚度必须在40公分以上的水泥厚度 咱们一般都是二三十公分 二三十公分要是让C5去落一下 可能就压裂了 就受不了 所以这个C5的运输方式是什么呢 是从一个骨干机场把这些装备拉上 到另外一个骨干机场卸下来 再换成小飞机 再往前面送 这样它就比较费事 而这个C17呢 是我可以在骨干机场运向大型装备 直接飞到前沿的土豪道草地机场 咔就落下来了 落下来以后直接卸货 那么你就坦克车辆可以直接开始上线线 所以它的这个特点使它具备了就是快速投送 而且直奔前沿这么样一个运输能力 好 我想问一下孟辰 像这样的这个飞机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细节点 2016年10月份当时降落在印度中印边境的一个 高海拔机场 叫梅秋卡机场 特意提了这一点 而且呢 印度当时我记得媒体也很兴奋 所以想请孟辰来分析一下 就是为什么说C17环球霸王 它降落在印度边境的这个梅秋卡机场 特别值得一提 这体现了这种飞机什么样的性 就是我们看到当时有媒体的提法 还是印度自己的媒体说 那说这一下我们的士兵可以用上棉衣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梗 什么意思呢 在1962年的这个克杰朗地区的时候 当时印度第七旅 就是面向咱们中国的第七旅 五个人只有一件棉衣 那棉衣在哪 在后方基地运不上来 所以咱们在攻击之前呢 先向左翼打炮 然后印度人把所有棉衣 提到在左翼部队的 最后咱们是从中间和右翼动的手 所以这些人就没有棉衣 你想这个到这种程度 后勤保养可想而知是相当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印度人用这个飞机之后 那么当时有印度媒体提 有棉衣可以用了 因为你的所有武器装备 可以直接往前线机场投诉 那么这一下之后 可能对印度人来讲 至少是他的在后勤上面的 其中一个环节可能补上了 但是我们说呢 实际上现在来讲 印度媒体也说 你就算有C17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没解决 对 就是你 我把这个东西是从后方机场 运到前线机场 那怎么从前线机场到士兵手里 你还是不知道 所以说可能还有可能 棉衣还是用不上 只不过是棉衣从后方机场拿到的前线 除非他的前线部队就在那个 前线机场呆着 那有棉衣 没问题 也不行了 那你 前线机场再考前也不能 也不行了 但是换一个思维 对吧 他可以空投啊 空投在62年印度人干过 印度空军很努力的空投 可能也摔了飞机 最后印度空军抱的空投数 和陆军拿到的数 大概差十倍 天哪 投十件收到一件 就是印度陆军怀疑空军没投 说你们可能就投了十件 印度空军不再说我们投了一百多呢 投哪去了不知道 因为咱们也没拿到 所以你可见而知 印度空军的这个空投能力 大家也要知道没什么系 在那个山地空投 咱们说差出一百米的距离 可能就滚在山沟里去 永远都拿不着了 印度高价采购十架美制C17人书记 为何还要增购三架 买不到新的 印度为何打算花重金购买二手C17 军情解码马上播出 2010年11月6号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孟买 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印度媒体甚至用 今天你是十亿人的偶像 这样的标题来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 为了迎接这位贵客 印度政府要签下50亿美元的军购大单 其中呢就包括了 10架C17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 这一下子啊 挽救了波音公司 兵临停产的C17生产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回头看一看 2010年 由于市场不景气 美国波音公司C17生产线 兵临停产 这时让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 印度国防部慷慨解囊 一出手就订购了十架 更难得的是 这笔交易还卖出了一个好价钱 同样一架C17书记 美军自己订购的价格是1.5亿美元 澳大利亚买是1.9亿 英国是2.2亿 而印度的售价则是5.8亿美元 一时间 印度不但成为了C17最大的海外买家 救活了这个项目 还创下了C17的最高销售记录 受到了美国军火商的热烈欢迎 据报道 2015年印度采购的十架C17全部导货 都部署在新德里郊区的新登空军基地 但由于某些基础设施问题 他们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不过2015年7月 印度空军竟再次决定增购了三架C17 可是这时由于没有更多的外销订单 波音公司已经决定关闭C17军用运输机的生产线 最后五架C17中的四架卖给卡塔尔 剩下的一架可以处理给印度 对此印度仍不死心 希望可以从美国的存货 或第三国取消的订单中得到这些飞机 2017年6月 印度总理莫迪出访美国之际 美国国防部宣布 未来将授与印度军方多架C17全球霸王运输机 价格约3.66亿美元 对此有猜测称 美国不一定会重开生产线 有可能会向印度兜售二手C17 好 您看刚才短片说了 这个印度是美国军火商最慷慨的买价 美军定一价就是一亿多 人家一出手是五亿八 是吧 翻着翻着往上涨 三倍以上 对 但是宋老师 为什么现在这么慷慨的买家 现在还想买 但是都几乎买不着了呢 因为这个C17飞机呢 它生产挺不容易 而且好像美军 因为这个飞机早的 很早就已经 就是装备完了 美军它就停了 你没有新的订货 那个飞机的生产线 不能老那么摊在那等 那是要花钱维持的 所以没有现货的情况下 这个你要想再买这个飞机 那个钱会很贵 就像咱们印一本书 那个版都是那一块版 印一千本书 单价是一个书 你就印十本 那不行 那那个版全摊在那十本书里 而你印度空军订货的时候 这个生产线搞不好都已经 咱们说封存了好几年 或者说都都已经不完整了 你要订货可以 先给我拿出两个亿了 我恢复生产线 这个合理吧 合理但是 您要多少架 您要一百架 我给你降到 比如说两个亿一架 或一个亿一架 您就要十架 那就跟印书一样了 所有的这个 恢复生产线的这些钱 成本全摊上去 全搭到每家飞机里 所以这个 你要不就多买一下 再出点血 要不就 你就得忍受这个 就单价非常高 好 孟臣你看看 这个刚才短片最后也提到了 是吧 领导领导 莫迪访问美国的时候 这个马蒂斯领导下的美国国防部 就宣布了 说可以可以卖 但是卖二手的 对 而且还是3.66亿美元 那印度不成了冤大头了吗 实际上我们说印度 可以说它不亏 为什么 因为印度的战略空军 现在普遍的 年龄 70后算年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的主力运输机 1276 另外它的量最大的 104架的安斯二 是1976年首飞 然后它的高原运输的主力 我们说这个飞机很老 很多人没听过 这霍克希德尼HS748 是双引型的螺旋桨飞机 有短距起降能力 是1960年首飞 所以你想 这么老的一个运输的团队 让它要去打仗 它肯定打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 飞不能飞 飞不能飞 但是我们说C17 无论如何 它是90年代 90后的飞机 你就是二手 它也是90后 所以说它的性能 它的这个 包括一些纸面的性能 包括维护保养的方便程度 实际上 比这些老家伙 还是要方便很多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俄罗斯没有相应的型号 如果俄罗斯的运输机 还有相应的型号 我还可以挑一挑 俄罗斯人的没有了 那么怎么办 全世界就这一家 所以说对于印度人来讲 就是多少钱 我都买 除了C17之外 2013年8月20日 印度空军的一架 C130超级大理神运输机 也降落在中印边界 争议地区附近 对此 我们该如何解读 军情解码 马上播出 在地形复杂 气候恶劣的高原地区 空中运输是最快捷的部署方式 对此呢 印度方面可以说 深谙其道 除了把C17送上高原机场之外 2013年8月20号 印度空军的一架 C130超级大理神运输机 也降落在中印边界 争议地区的一座机场 当时印度媒体兴奋地表示 此举是印度在向中国 展示高原投送能力 显示印度拥有支援陆军 作战的强大能力 2013年8月20日 印度空军的一架 C130J超级大理神运输机 降落在中印边界 争议地区附近 据印度媒体称 印度空军C130J运输机 在这里降落 创下了新纪录 该举动意味着 是印度向中国 传递强硬现好 印军一再向中国展示肌肉 报道称 这架C130J超级大理神运输机 是印度向美国购买的 六架中的一架 而其降落的 道拉伯格玉尔地机场 处于卡拉库文山口脚下 海拔5312米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军用机场 其位置距于中印 当地实际控制线 仅仅只有8公里 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印度空军表示 空军会同陆军进行更好的配合 尤其是在该地区的恶劣自然环境下 补给工作 只能通过空运完成 1962年 中印边界争端爆发 印度陆军曾在 道拉伯格玉尔地 建立了一个停机坪和一条 简易跑道 使之成为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 由于地面部队的集结和直升机起降 该机场在1965年一度被关闭 但在2008年 印度空军队该基地内的机场跑道 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 使该基地具备了起降C130J 安32这样中型运输机的能力 尽管在2013年降落的这架C130J 仅在有少数几位军官 然而其应有装载128名士兵 或92名散兵的能力 同时C130J还可以进行空中加油 简易跑道上进行起降等作业 甚至可以完成低空飞行 空投以及在黑暗条件下降落 有分析指出 随着印度C130机队更频繁的投入使用 印度向中印边境前沿地区的兵力投送 和物资运输能力将大增 好 短片当中说C130 厉害 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 就在海拔5300多米的一个高原机场上降落 所以宋老师你看 人家能在这么高海拔的这个机场上降落 体现了什么样的性能 这个在C130运输机来说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第一 它的发动机是我讲发动机 那就比活塞发动机的飞机马力要大 高原性能要好 所以从性能上 从飞机性能上 C130是可以在高原机场起架的 第二个就是 C130飞机它本身又是一个 它靠螺旋桨的滑流 就是我飞机速度还为零 我的发动机启动 螺旋桨转起来 删的那个风已经让我的机翼有生理了 这叫滑流的生理 螺旋桨扇的这个风 咱们就说电风扇吹着你 你人没跑 你已经开始又觉得这气力流有速度 如果你在像飞机式往前跑 那电风扇在你前面吹着 那你那个速度应该更大 生理就更大 所以它的这种飞机就是把螺旋桨 四个螺旋桨一字在这个机翼上排开 这种方式 自己吹着自己的机翼往前跑 这个是具有短距期降的 自己捧个电风扇 自己捧着个电风扇再跑100米 那你这个如果你插着个翅膀的话 你就会提前会离路会飞起来 这个130飞机是应该可以做到这个点的 只是它的滑跑距离会比低海拔地区要长 一般要长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距离 印度从美国第一批引进了六架C130 现在已经损毁三架 为何还要继续购买 印度为何对美制C130如此情有独钟 军情解码马上播出 根据报道 2008年印度方面签署了六架C130 C130J运输机采购合同 总价值12亿美元 这些飞机于2011年 在新德里附近的新登空军基地开始服役 但是几年过去了 六架C130怎么样了呢 目前为止已经摔得只剩三架 印度在痛心棘手之余 依然决定继续增购C130J运输机 把它部署在印度的东部地区 那么印军为何对C130如此情有独钟呢 2017年3月 一架C130J在位于中印边界附近执行任务时 在降落过程中发生意外 并导致飞机严重损坏 有印度媒体生气的质问 美国产品的质量怎么如此之差 据悉 C130J型机换装了新型超级发动机 相当高的燃油经济性 螺旋桨为六片桨液 有全新的仪表 机身加长 该机增加了载重量和航程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如此先进的飞机怎么会事故频发 原来在于印度飞行员过于松散 人员注意力不集中 他们错把机场的另一条线当成了中心线 使得飞机的一侧机翼及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柱子 以及其他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俗毁 这并不是印度空军C130第一次发生事故 2013年3月28日早晨 印度空军一架全新的C130J超级大理神运输机 起飞后不久 在中央帮瓜料尔附近坠毁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机上五名空军人员全部遇难 据悉坠毁时 这架飞机正在进行例行训练 目前印度原本拥有的六架美制C130引输机 只剩下三架 虽然尽管接连发生的坠机事故让印度人痛心疾首 但印度还是在2014年做出了增购六架C130的决定 而根据最新消息 这批新购买的飞机将在2017年交付 届时 这批C130将部署在印度东部的巴纳格尔协助山地打击部队 印度空军还重启了另外八个前沿着陆场 据悉 扩大的C130机队将使印度大大提升向中印中八边境直接调配军队的能力 那宋老师您帮助给分析一下 为什么印度空军老是摔飞机 特别是像这C130这种 别的国家用的都好好的不等不摔的飞机 对 我看到的这个网上的报道呢 好像这次事故呢是因为天气原因 因为它往从这个低海拔地区往高海拔地区飞 这个山区的这个天气变化比较 咱们说这个变化无常 那么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之下影响到这个罗云奖飞机会接冰 会出现这个 因为咱们比如一般你那个汽车风挡接个冰 你把那雨加气打开 把那个温度增高 它就化了 飞机有一个毛病在哪 它那个接冰的是整个机翼的前缘体 机翼的前缘接了以后 你那个异形全变了 异形全变了以后呢 这个飞机的失速就变了 就很容易会失速升力变差 这还不算 最怕的是尾翼接冰 尾翼一接冰以后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这个尾翼是产生负胜力的 负胜力要压着这个飞机点 这飞机才能保持平飞 你要是负胜力不够 我这飞机就一头下去 所以这个飞机很可能是遭遇到天气的这种突然变化 发生了严重的接冰 然后操纵性变换 飞行员突然出来了 一方面就是属于空军的气象保障 对发生接冰的这种气象预报不足 第二呢就是 所有的飞机都有除冰装置 包括你的记忆前缘 咱们说特别重要的尾翼都有 你的那接冰的那个除冰的装置 维护的好不好 咱们说那个除冰液 我新维护飞机的时候 我看的飞机上 尖六飞机都有防冰液 我说什么是防冰液 那老街市口 酒精 业内都喷酒精 酒精的如点滴 就把那冰液瓦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跟 印度空军自己的维修 保障和气象预报 反正印度空军也是摔飞机摔的比较多 除了采购阿帕奇 C17 C130这些美制装备之外 近来印度又斥资百亿美元 引进美国最新的F16生产线 有印度媒体称 这种F16不但比中国的歼10A要先进 甚至可与中国的歼20抗衡 对此我们该如何解读 军情解码马上播出 除了采购阿帕奇 C17 C130这些美制装备之外 近来印度又斥资百亿美元 引进美国F16战斗机生产线 主要目的是以F16替换印度空军 老旧的米格21等二代机 不过印度媒体叫嚣 印度的最新版F16可以抗衡中国的歼20 但是明眼人一看啊 这分明就是个笑话 两种飞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代差 有分析指出印度引进F16的真正目标 是和中国的歼10等三代机向抗衡 2017年6月 印度塔塔集团和美国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签署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协议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同意将F16战斗机的德克萨斯州生产工厂 前往印度 让印度实现F16战斗机的国内生产 印度塔塔集团 又为此向美国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支付100亿美元 双方已经在巴黎恒战上完成了协议签订 据悉 印度引进的F16IN 生产现是F16战斗机的最新升级版本 也很可能是最终升级版本 该机集成了大量的F35的技术 因为其战斗力强悍 号称超级毒蛇战斗机 据了解 印度空军现役的大量作战飞机 明显老化 需要更换 像米格21这样的战斗机 已经服役超过40年 而主力战机苏三菱 又一直受到可靠性等方面问题的困扰 完好力偏低 印度媒体宣称 印度引进F16的生产线 既可弥补印度目前先进战机的空缺 还能实现装备国产化 甚至进行出口外销 可谓一举多得 有分析指出 印度版F16的真正对手 很可能瞄准的是中国的歼10系列战斗机 两种飞机基本型军委单发 单座中型战斗机 两者外形尺寸 重量等数据接近 功能趋同 不过在7月30日 诸日和大阅兵中首次亮相的歼10C 可能会对印度的自信 先造成很大打击 据公开报道 歼10C对全机的雷达 航电和发动机等重要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按照俄方的推测 歼10C的作战能力比歼10A提升十几倍 央视报道中还提到的歼10C具备特殊隐身能力 如此看来 印度以F16对抗歼10的想法 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美梦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印度方面为什么要引进F16 我们请空军装备专家宋新之老师结合大屏幕 跟我们详细来分析一下 来 宋老师 好 好 有一种观点说 印度方面引进F16是要和中国的歼10全面的对抗 这个观点您怎么来分析 这观点好像有问题 有问题 首先第一 F16这个战斗机是第三代战斗机的一个标杆式的一个产品 所谓标杆上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它的性能在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不错的 人们看到了F16的性能 就认为新一代战斗机已经出现了 同时呢 它又是最早出现的 后面出现的呢 大家都瞄着它 如果我的性能超过F16 那么我这个就有价值 有意义 如果我跟它同等或者还不如它 那我就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我搞的名飞机就没有意思了 中国的歼10 咱们本世纪初 对 装备 开始装备中国空军的 那么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第三代战斗机 它绝对要比F16要差了20多年的时间 那么这一段时间应该就是它的后发优势了 就它的气动性能 它的航电 它的导弹 都必须要强过F16 它才能够 咱们说被中国空军所接受 所认可 否则 人家那个F16都用了十几二十年了 你给我搞这个飞机比F16还差点 那中国空军保证说 不满意 很不满意 你们好好干 再给我弄好一点 否则我不接受 除了阿帕奇F16之外 今年印度的军购清单上又增加了一项 美军的MQ9B捕食者无人计 有消息称 他们将部署印度洋和边境地区 对此我们该如何解读 军情解码 马上播出 近年来 印度军购一反常态 不再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 只依赖俄罗斯 逐渐也成了美国军售名单 上的大客户 2015年1月 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 访问印度期间 传言称 美国可能会将印度出售 RQ4全球鹰无人机 但是后来呢 这单的买卖没了下文 印度求购全球鹰未果 今年转而以近 一亿美元一价的天价 采购了捕食者无人机的 升级版MQ9B 据称这是美国MQ9B无人机 第一次出口到非北约国家 这显示了美国和印度的战略合作 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据报道 2017年6月22日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印度 出售22架MQ9B守卫者无人机 合同价值20亿美元 MQ9B守卫者无人机 是MQ9死神无人机的升级产品 也是捕食者系列无人机的最新产品 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 于2012年自投资金研制 去年11月完成了首飞 预计2018年交付批量生产型 据悉印度购买的是非武装版本的无人机 它的最大飞行高度为12000米 最大平飞速度为389公里每小时 最大续航能力超过48小时 巡逻半径可达7000千米 非常适合对大面积区域的巡逻 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之一 具有出色的侦察能力 据悉2015年 印度空军曾向美国请求购买 原意百架武装的捕食者C无人机 但遭到了拒绝 在此次军购之前 印度已经从以色列购买了无人机 对克什米尔山区进行侦察监视 有报道称 印度正试图给军方装备更多的无人机 以搜集情报 并加强与巴基斯坦和中国 竟然广阔西部路上边界一线的火力 他还希望通过无人机 加强对印度洋的监视 好 在之前的印度想采购全球鹰 后来改了 改成捕食者 宋老师怎么看这当中的改变 看来这个全球鹰美国还有一些技术 不愿意给印度 是愿意降低档次 所以是美国不想卖 对 因为全球鹰其实是 不具备物装攻击能力 就是一个高空侦察机 我们说的直白点就是一个没有人的U2 飞2万多米 它比U2飞机飞的巡航时间还要长 能飞48个小时 现在大概两个整天没问题 那么这个侦察范围 我觉得连美军的印度洋的迪格加西亚的这个基地 都在印度的 如果具有全球鹰的话都在监控范围内了 所以美国肯定的想法是 那我不能卖给你把我自己的情况都让你摸透了 这也不合适 就压缩它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吨位和活动的范围 那就退而求其次 给了这个普世者序列的 但这个普世者序列呢 还算是比较新的 它叫MQ-9B型 这个B型我们别认为它是一个攻击型 它是一个纯侦察型 不带攻击设备 就是说不是查打一体的 不能带着导弹去打人 你只能背着各种侦察设备去看 去听 去搜集照相 这可以 好 感谢三位做客今天的军事研码 我们也谢谢各位收看 别忘了明天同时时间继续锁定 北京电视台国际军事栏目 军事锁定